这或许是宜诺阿里最近打的最紧张刺激的一把比赛 对局中的操作让观众回忆起宜诺的巅峰时代 多次极限操作可谓是让众人惊掉下马 但结局却让人难以接受 进入比赛时间来到三分钟 宜诺的阿里对线可以说不需任何发育路射手 沈蒙西放线支援配合宜诺击杀敌人杰在发育路打开节目 上塔爆破一落开始游走巴黎 敌方就是一套暴弹小养猪平推阵人 而几方在编路带线更具有优势 时间来到七分钟 沈蒙西调主敌方趁机只为暴弹压中 几方也分离家里一把打野支持速度 一落赶到正面轻松拿下二连击火 一落三剑跑重型后走位也开始大胆轻 敌方三人仅仅是盼了一落一眼就遭到一落阻打 最终蔡已被打击复活还焦点神仙 本以为这把局势已经好得清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嫦娥的劫策出现大问题 以不调点之盲切 鸡蛋的情况下还选择开主组 一落上前输出为嫦娥争取打击事件 不料刚进场面被副民忧略伤害瞬间打击 一落阵亡主宰也直接摆得后面 场上的局势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复活后一落开始颠待 偶遇阿古朵配合孙定轻松将其送回全水 来到本局游戏转折点 敌方银区爆发抗战 一星大招分割战场一落只能输出连托 而另一边嫦娥则已不根本堪不住别人的伤害 不到片刻便瞬间惹 此时敌方开始大人压进准备一个终极军 然而宜诺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决策 他没有北方高点是托托选的开放 随着队友接连到下 本以为宜诺有一法逃避风吹 但宜诺接下来操作让人来不置信 不但守住基地还配合队友拿下双杀 宜诺再次成为黑暗中的武术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宜夏可太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力也十分清楚本局游戏神室那个民宗节同代的 闭口一个阿里哥让宜诺嘴角都忍不住上梁 接下来宜诺的操作让观众直呼太过瘾了 这就是真正的刀锋无准 无愧于公孙诺的称号 是真正的刀锋 outdoor宍 好 fuss 没有 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